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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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虚拟化各种IT设备模块化程度比较高 自动化的程度也较高 具备较高的绿色的节能程度的新型的数据中心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云计算的飞速发展 各大IT企业如Facebook Google 亚马逊等 在多地建立了自己的大规模的数据中心 请看图 图当中展示了各数据中心的内部展示 在云数据中心 网络部署最新的技术是采用改进型的数结构 与传统层次的结构相比 Fat Tree 结构具有如下优点 第一 它消除了竖型结构上层链路对吞吐量的限制 第二 它为内部节点之间的通信 提供了多条并行的链路 同时 它的横向扩展的尝试 降低了构建数据中心网络的成本 与现有数据中心网络 使用的以太网结构和IP配置的服务器能够兼容 随之而来的是节能技术 云计算数据中心 它的耗能越来越大 解决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能耗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环境问题 构建绿色节能的云计算数据中心 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 本讲简单介绍了云数据中心的核心技术 有关云数据中心的建设与观念技术 建议大家在网上看工业界的视频 本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